上期节目Ivy带你们细品了三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气泡酒 这一期我们来解锁最古老传统气泡酒酿造工艺 赶紧往下看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在这里,我带你曾经在世界各地美酒的怀抱中 花到气氛,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竞节 那我为什么强调了用传统气泡酒做法呢 我等会就会到酒窖里面为你们解开 你眼前看到这支举杯欢庆,气势十足的青蛙铜像 是庄主纪念在酒庄工作了30年的工人 他在勤勤恳恳地工作30年后才退休 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某个午后美美地喝上一杯气泡酒 比出胜利干杯的姿势 酒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酒窖 全部加起来一共可以储藏270万瓶气泡酒 现在这些里面的酒都是装满酒业的 一层一层一层叠起来 这些气泡酒呢要么在这里成年 要么在这里进行二次发酵 而且酒庄和中国还颇有渊源 在1880年这个山洞是由中国劳工亲手建造的 总面积34万英尺,一公里长 大家看看这里,完全可以看到用手抠的那个痕迹 太辛苦了一切 你可以看到当时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多么的厉害 都能造出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酒窖 完全实现了天然控温控室 传统气泡酒酿造法指的是第二次发酵在酒瓶中进行 第一次发酵在不锈钢筒里进行 酿酒师将混酿完成的酒液灌回到酒瓶里 加入更多酵母和糖进行瓶中的第二次发酵 酒瓶中的糖和酵母会在漆黑的酒窖里 进行一场为期15个月到几年不等的交流互动 然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无法溢出 便慢慢地融入到了酒里产生粘密的气泡 随后为了去除酵母 工作人员将酒瓶竖起来插在酒架上 定期以细微的角度转动停声 直至酒液中的酵母残渣逐渐沉淀于平衡 如今就算在法国香槟地区 大概也只有不到十家酒庄 采用古老的人工转瓶操作 整个过程需要四到六周的时间 它们会把这个瓶口拿去急速冰冻 这个小酵母就会变成个小冰块 它们马上把这个打开 把小瓶块取出 然后塞上木散 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 精灵透亮的气泡酒啦 这样做的方法呢 它又不会说失去太多的气泡 又可以把酵母完整地取出 Scransberg是哪怕为数不多的 用这样传统工艺的一个酒庄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